我们叫这个中旅节,就是因为是他被定死前的那一个主日他进的这个耶路撒冷城 那如果你会数学的话,你就根据他的整个计算的工资,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他哪一天进耶路撒冷城,哪一天被定死在这种价格,一天不差 这个要记住丹一礼书所写的日子大概在耶稣被定死前六百年 当你直接读这个圣经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的时候,他又讲到七十个七,也讲到六十九个七,六十二个七,七个七,一个七,你听起来好像有点糊涂 但是你实际上根据他整个计算的方法,你这个人算了 但是你看这张图,你会看到一部分,一部分是六十九个星期 然后有三十四,然后是约翰,然后是约翰,然后有一个山河,然后有一个约翰,然后有一个约翰 然后有一个星期 大家看见很明显是这张图的左半边,这边是六十九个礼拜,是七个礼拜加六十二个礼拜 然后呢中间的部分你看见有一个十字架的那个地方,是耶稣真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 然后呢是在过去一点,你就看见有一座山好像上面被削掉了一样,是当时在这个一路上被毁的那个时候 然后在最右边是一个礼拜,就是只有七天 那这个七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一个星期实际上这个还没有发生的 因为这个事情是预表这个末世最后的一个礼拜 这个最后一个星期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当第一季度正正出现的时候就开始 而且戴义书还明确地讲这个最后的七天是分成三天半和三天半 大家知道在这里的他一个礼拜是预表,就是一个礼拜是指七天,七天是指七年 在时空转移在六百年以后,当约翰在巴摩岛上受启示,写下启示录的时候 是他看见了同样的东西,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记载下 因为他准确到天,耶稣进耶路撒冷那一天,耶稣被钉死那一天,都这么的准确 那些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没有神,所以这卷书是不可能的,不是人写的 我们也看见那个金属的很高大的像,这个像是蒋四个帝国 到最后的时候,说一块非人手找丑 那一块非人手找出来的小石头,是指耶稣 那一块非人手找出来的小石头,是指耶稣 最后的大对决,就是叫阿里基罗顿的战争 现在在历史的部分里面就申请了些因素 但是,说虚然第1个,汉司改变了国内的口识 仅仅根本战争 无法关系 He could not change their heart. 但是神因为看见他们对神的忠心,所以神高抬他们,也高尚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跟着迦勒底的这个世界而走向神的反面去,他们还是忠实地跟随耶和华。 我们看见戴伊尼的经历就很像被卖到埃及为奴的约瑟,神当时是怎样高抬,怎样高声被卖到埃及为奴的约瑟,神也是同样对待戴伊尼。 神之所以祝福约瑟和戴伊尼,是因为他们俩都是一样对神忠心。 我们看见戴伊尼书从第一章开始就有他在圣经里面的独特的位置。 为什么?看这个故事,我们对后世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莫大的提醒和安慰,一个鼓励。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么一种做亡过渡的情况下,所有的一切都改变的情况下,他们对主的心没有改变。 神要把神自己的奥秘要告诉尼布蒋尼莎王,但是他没有告诉戴伊尼,他是直接告诉尼布蒋尼莎,只是尼布蒋尼莎听不懂而已。 尼布蒋尼莎看见一个很高大的像,是一个金头,一个银的胸和膀臂,然后一个铜的镀,然后是铁的腿,然后是铁的腿,然后半铁的脚, 因为有些人就开始调刺了。 为什么神只让尼布蒋尼莎看见这个像是那个四个帝国呢? 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东方的巨龙 这个中国啊 还有古印度的文明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伟大的文明 为什么都不讲了呢 如果你翻过一页来看一下 但是你就要看到 在这个2号293页 这个四张图 四张图是四个帝国的版图 你发现这四个帝国的版图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版图就遮盖 包括以色列 比方说你在那个墨西哥的 你比方说像在墨西哥的 马亚文明 在中国的古中国文明 和印度的古印度文明 都没有遮盖 他们再强大 再大 都没有遮盖以色列 作为他们的版图 包括哥三帝国也是没有 他也没有遮盖以色列国